赵光义 你 你想怎么样 我想和小周浩亲热一下 大家都知道李玉是著名的诗人 却不知道他曾经也是一位帝王 只不过他在位期间并不出彩 说到李玉 大家都会想到那首绝美的词 与美人 李玉曾以救国君主的身份 被大宋囚禁了三年 他写下了这首词 用词来表达自己对过去和故乡的思念 但是有传言称 李玉写完这首词就隔屁了 因此这首词也被称为他的绝命词 不过关于这首词还有一个神秘传说 李玉原本是南唐的六皇子 但因为种种原因 他却成为皇帝 他与两位周浩的故事 更是让人们津津乐道 大周浩周鹅皇 美丽贤淑精通音律 与李玉情投一合 然而命运弄人大周浩晚年并重 小周浩前来照料 却和李玉互相喜欢上了 李玉对小周浩的感情 可以说是深沉而真挚 他甚至为小周浩打破宫廷的规矩 秘密将他纳入后宫 这种行为虽受到很多人的非议 但却足以看出他对小周浩的宠爱 在大周浩去世后 李玉更是将小周浩立为皇后 两人的感情达到了巅峰 然而正是这样的情感纠葛 让李玉逐渐沉迷于儿女情长 忽略了国家的智力 有人说他若是生在普通人家 这样的行为或许只会遭到家人的责备 但他身为帝王这样的行为 却可能导致国家的灭亡 果然南唐最终走向了衰败 李玉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义一代豪杰 当年凭借陈桥兵便 成功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南唐小周后有多惨 被赵匡义霸占后还画下长后图 赵匡义眼光不道志向远大 一心想要统一中原 让百姓国上安稳日子 赵匡义心里明白 要想实现大一统 得有个先后顺序 于是他制定了 先南后北先翼后南的战略 打算先从南方的割局势力下手 他带领北宋大军一路南下 所向披靡先后拿下了金湖 后蜀 南汉等地 眼看着整个南方就剩下南唐一个 这南唐的李玉虽是个文才出众的皇帝 但治国方年就差了点火后 他整天跟小周后你浓我浓 哪知道外面的天已经变了 等到赵匡义的大军兵临城下 李玉才慌得神赶紧给赵匡义写信 表示愿意臣服 赵匡义看了信心里暗笑 这李玉真是个软骨头 但他表面上还是装得挺和谨 接受了李玉的投降 其实他心里早有打算 要把这南唐给一锅端了 果然没过多久 赵匡义就下令大军南下直取南唐 李玉虽然想踢一把 但南唐的军队哪是北宋大军的对手 他很快就败下阵来 竟临城已经快沦陷了 李玉觉得没什么希望便决定投降 这李玉也算是聪明 知道打不过就投降 他投降后就没再折腾什么富国的事 赵匡义也没为难他 把他带到了开封软禁起来 李玉在开封的日子 起初还算过得去 赵匡义没为难他 他还能跟小周后一起生活 可后来赵匡义的弟弟赵光义当皇帝 李玉这日子就不好过了 赵光义这人心眼小 对李玉可莫赵匡义那么客气 他把李玉当小丑一样玩弄 甚至霸占了小周后 宋太宗赵光义欺辱小周后 甚至让画师现场作图流传至今 小周后原本是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被赵光义这么一霸占 整天哭哭啼啼的 李玉看在眼里躺在心里 但他根本没有能力对抗帝王 他便把所有的思念全部写到了词里 只可惜时间一去不复返 他再也回不去了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首《于美人》 词里写的全是李玉对过去生活的怀念 对现在处境的无奈 这首词真是勾举戳心自自含泪 赵光义看了这次心里就不乐意了 觉得李玉是在怀念难堂 害怕他复国 于是赵光义就决定杀害李玉 并随便找了个借口将他赐死了 李玉就这么走了 小周后也伤心欲绝 没多久也跟着去了 这对才子家人就这么成历史的一页 可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词 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里 李玉的《于美人》 也成了千古绝唱传唱至今 赵光义作为一代开国皇帝 他的功绩自然不可磨灭 但他在处理李玉和小周后的问题上 确实非常很多 大家都觉得他的手段太过残忍 李玉虽然是个亡国之君 但他的词却流传千古 成为后人传颂的经典 他的《于美人》不仅表达 他对过去生活的怀念 更展现他作为一个文人默刻的细腻情感 而小周后虽然在历史中只是一个配角 但他的美貌和悲惨遭遇 却让人深感同情 赵光义则是一个典型的权谋家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他人的幸福 他的行为虽然让人痛恨 但也反映当时社会的残酷和无情 这段历史既是一部战争史 也是一部人物史 他记录了赵光义的雄才大略 李玉的财情横溢 小周后的美貌与悲惨 以及赵光义的阴险狡诈 他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光辉与黑暗 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与幸福 大家能忍受自己爱的人被别人霸占吗